10月13日台防部证实,中国辽宁号航空舰及护卫舰编队通过巴士海峡,从南海驶入西太平洋。 上个月,日本防卫省曾发布通报,表示确认辽宁舰编队于9月17日至18日间从琉球群岛、云纳国岛、西表岛之间的水道穿过第一岛链南下,从东海进入太平洋。 随后,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演训期间进行了舰载机起降训练、海上补给等活动。 编队还在10月初首次到达苏拉威西海一带。 到10月7日,有卫星图片显示辽宁舰从西太平洋已经返回母港三亚,并与山东舰一同停靠。 本次,编队通过巴士海峡,标志辽宁舰在一个月以内第二次进入西太平洋。 那么,实际上也间接证实了辽宁舰返回母港三亚,随后赖清德发表了双十讲话。 中国军方已经下令辽宁舰进行补给,包括弹药人员满载以后前往西太平洋,等待中国军方的命令。 下一步是要进行武统,是要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封锁台湾,还是要等待中央军委的命令。 那么,现在台防部的声明表示,中共辽宁舰航航舰与菲律宾海一带实施舰载机起降训练,编队13号驶入巴士海峡附近海域。 研判会进入西太平洋活动,台湾方面用情侦手段严密掌握相关动态。 路透社也报道,负责包括台湾在内的解放军动战区,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题为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视频展示了战斗机以及军舰一起行动,机动导弹发射器就位以及两栖攻击车。 视频标题整个带弹,弹字书写呈现台湾岛地图被包围的视觉感,明显针对台湾。 路透社指出解放军没有排除使用武力控制台湾。 中国方面是台独分子赖清德为极端的危险人物,中国军队也在岛周围定期展开军事行动。 赖清德在双十节演讲中表示,中华人民国无权代表台湾,台湾愿意与北京合作,与其坚定,却引起中国方面的愤怒。 台湾安全部在赖清德发表演说之前曾表示, 演说可能引发中国的新轮军演。 中国上一次军演是5月,在赖清德就职当天发表了两国论演讲,随后中国进行了围堕演习。 中国目前处于年度演习季节,军方可以给这些演习起名字,包括针对台湾的军事。 美国方面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军事平衡多数层面积极抢占优势,中国目前已经准备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水下权力平衡。 对于美国阻止中国战争机器解放军对台湾实施封锁入侵的能力而言,此一决定性优势至关重要。 美国投注大量资源研发科技、后勤培训和人力,在冷战期间水下惊中击败苏联,并勉励维持当前的优势。 然而美国并未将中国海军视为严重的水下威胁。1995年、96年他有一支之后,已故的知名军事小说家汤姆·克兰西在1996年推出的小说《SSN核动力攻击潜艇》的首字母缩写,书中描述美国海军洛杉矶级核潜艇下沿号单枪匹马击沉南中国海作战的大部分中国舰队。 这本书让中国海军军官感到受辱,后来还向美方官员表达不满。 解放军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核动力、传统柴电技术方面的演进中措施良机,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寻求超越捷径,利用购买以及获取外国技术来弥补落差。 2001年一场大型的美台国防会议上,一位德国潜艇公司也硬要参加,试图了解新上任的布什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8艘新造柴电潜艇的进展。 工程师透露,他的公司曾受中国委托修正以色列公司在早期中国海军039型宋级传统潜艇设计错误。 该款潜艇早期因技术问题为人诟别。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后,布什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反恐。 加上美国国防部内部缺乏共识以及台湾的国民党泛蓝阵营杯葛浅见预算, 布什政府未能在民进党政府垂直缅任内提供实现台湾新潜艇设计所需的领导力。 2004年至2006年期间,中国海军采购并接收了8艘俄律斯新造的改良级击落级636M级拆电潜艇。 该潜艇以优异的静音隐蔽性而闻名,并配备火力强大的诺瓦托俱乐部系列对陆反舰巡航导弹。 1990年代,俄罗斯确实提供了一些技术,协助中国船舶集团公司CSSC建造二代核攻击型潜艇, 即093型商级潜艇。 该潜艇于1994年开始建造,2006年正式服役。 美国的现代中国海上力量一输指中国海军拥有两艘093型商一级潜艇, 以及六艘先进的改良型093A型商二级攻击型潜艇。 俄罗斯的技术帮助中国海军打造二代核弹导弹潜艇, 094晋级潜艇,并配备16枚可搭载核弹头的巨量二型潜射导弹。 于2001年开始建造,07年开始服役。 现在中国海上力量认为,中国海军目前又有两艘094型晋级潜艇, 配备16枚射程7700公里的单弹头巨量二潜射单导弹。 4艘改良型094A型潜艇,极有可能配备16枚射程达1万公里, 巨量三型潜射弹导弹导弹。 中国海军正在建造最多三艘第三代核动力弹导弹导弹潜艇, 即096型。 中国军力报告继美国国防部于2017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 首次披露了096型潜艇的相关信息。 从2010年中期开始,解放军对两个主要的潜艇建造厂进行了扩充和升级, 一是为辽宁的渤海船舶重工集团渤海造船厂, 这为中国海军建造核潜艇的中心。 二是从上海上速长江约1800公里, 在武汉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武昌造船厂专门兴建柴电舰艇, 扩检后的潜艇造船厂正在大幅提升产能。 现在中国海上力量指出, 从2022年到2024年, 渤海造船厂已造出6艘改龄型093B伤3级攻击型核潜艇。 根据印度智库观察研究基金会2024年9月的报告, 印度退役海军上将肯纳认为, 渤海造船厂每年可以生产3到4艘攻击型核潜艇, 以及1到5艘核导弹潜艇。 而俄罗斯的潜艇技术可能再次帮助中国。 2024年9月10日, 美国请坎贝尔乡记者透露, 中国和俄罗斯已建立新的根本性结盟, 俄罗斯正在协助中国进行潜艇作战, 或者在过去原本不愿接触与中国交流的领域提供帮助。 美国的报告显示, 中国是第一个生产混合动力潜艇的国家, 持成本的只有核潜艇的一小部分, 这意味着中国海军现在可以大量生产昂贵的攻击型潜艇。 攻击型核潜艇在全球各地支援任务, 同时能既有平价的混合核潜艇, 应付扩大的驱任务。 这一切不是中国海军的挫折, 要维持生产, 到2035年中国海军核潜艇舰队可能会拥有45艘潜艇, 更多的是093型和095型攻击型潜艇, 以及10艘041混合攻击潜艇。 另外有16到20艘094型和096型核弹道导弹潜艇, 总数将超过70艘核动力潜艇。 另外中国海军还持续开发水下无人载具, 包括小型核充电电池推进系统驱动感测器, 另外还会结合人工智能辅助城市设计, 打造出涵盖整片海洋的自主水下侦测和作战能力。 不断壮大中国海军核潜艇舰队及其拥有反潜作战能力, 将对大约24艘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海狼级核攻击潜艇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些潜艇主要抓在夏威夷。 到2030年代初, 中国海军日益强大的攻击潜艇部队可能就开始追踪美国海军约6艘俄亥俄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这些潜艇的主要是从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基地出发, 再加上驻扎在勘察加半岛6艘俄罗斯海军攻击型核潜艇。 中俄海军将对美国三维一体和核阻力的潜射核武力量构成直接威胁。 此外,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作卫队还有台湾加强水下防御合作,刻不容缓。 为了打破中国海军的封锁计划, 应该是在临近的日本岛屿建立武器和物资储备中心。 另外,美国海军迫切需要破除对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的迷思, 将资源投入建造成本更低、数量更多的小型潜艇。 以及海洋作战无人水下载具。 现在美国方面的报告显示, 中国如果不收复台湾岛,并控制周边水域, 中国战略核潜艇航向太平洋将受到美国地下载。 中国战略核潜艇,以及驻亚太地区美军部队的监视。 收复台湾岛及附出岛屿,无可避免的要求, 唯有如此,中国才能突破第一岛链。 收复台湾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的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并减轻帝国对中国的制约。 只有有了这个时候,中国的战略核潜艇才能对战略对手形成真正的核威慑。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中国现在在台湾周边,针对台湾,中国有一套完整的武统计划, 而且是多次进行过演练。 美国方面还有日本方面已经通过各种手段都侦查到了。 中国过去在广东解放军的演习基地进行过真实的模拟武统台湾的整体流程。 日本还有美国方面已经非常清晰,72个小时就完成武统, 整个台湾岛被控制。 所以美国方面非常清晰,未来中国登岛以后是按小时计算。 现在来看,中国已经拥有了武统的能力。 美国现在主要是限制中国在台海周边对美国增援台湾, 包括在日本方向,叫嚇阻日本和美国干预台海危机,干预台海冲突。 中国是提升这个能力。 航空母舰以及水下的核潜艇就打造了一堵墙, 让美国让日本很难再接近台湾, 也就是为未来中国大规模的登陆, 针对台湾岛进行武统,提供一个机会。 那你看这一次呢,山东舰已经离港, 那前往西台北洋, 就是在作战区域展开战斗队形, 等待中央军委一声令下。 而且呢,这一次呢, 中国的这个,不管是真实的准备武统, 还是训练也好。 中国方面呢,你可以看, 在回到塞亚港以后, 很快已经补给, 很快已经弹药人员轮换, 满蛋满员以后, 很快进入西太平。 我个人的观点啊, 现在呢,对台湾呢, 寻求和平统一已经无望了, 特别是台湾呢, 又选这个赖清德, 选这个民进党执政。 你说台湾的实际上呢, 这些岛民呢, 基本上都是不同意和中国统一的, 是台独分子。 所以大部分是台独分子这么一个岛, 你幻想和平统一已经无望。 那么, 其实就很简单了, 那么中国现在呢, 不用想其他, 最终呢, 就是用武力解决就完了。 最后的摊牌, 而最后的摊牌呢, 我觉得中国不要让美国还有台湾有反应事件。 我个人更希望就这次利用, 历舰2024B演习就直接登岛, 直接利用这次演习, 直接登岛。 那这样美国没有反应, 日本没有反应, 台湾更没有反应。 那登岛以后, 快速解决台湾问题。 解决台湾以后呢, 西方, 特别是现在这个欧洲, 更难制裁中国。 因为他现在如果制裁中国,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将正式捆绑在一起。 那么也说西方, 对吧, 他和俄罗斯之间冲突将要扩大, 所以他不敢制裁中国。 所以这是中国现在武统台湾有反应。 那么还有一点啊, 也就是中国现在最怕就是西方, 还有美国制裁中国。 很多人呢, 现在拿这个制裁来理由, 作为理由来说服中国不要对台湾动物, 你对武的话, 人家会制裁你。 但是现在我想说, 当然我是武统派, 我想说, 你现在没有对台动物, 西方饶过你了吗? 你看看欧洲对你的制裁, 你看看美国现在对你的制裁, 你为什么还要等呢? 你再等的话, 西方会逐渐的收紧所有的限制, 你那个时候既被西方限制了, 又失去了台湾, 也就是西方也做好了武装台湾的准备, 人家也在做着任何的准备等待, 你到时候武统, 那个时候你更是被动,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 就是在武统问题上, 西方在准备着, 特别是欧洲也在准备着, 人家一边准备, 一边对你经制裁, 而你是主动放弃武统, 主动配合对方制裁, 那么你既被人家制裁限制, 你这边又失去对台湾的控制, 那么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 你武统台湾, 你还能获得第一岛链出海口, 对你整体未来, 整体的中国在东亚地区, 整体的安全环境是有利的, 你突破一第一岛链, 日本韩国未来很难在你周边, 兴风作浪了, 所谓用第一岛链来围堵中国, 所谓的亚洲版北约就彻底破产了, 而且西方他制裁你和现在对你的制裁没有什么区别, 他还是该制裁制裁, 该合作合作, 他也不可能让自己受损失, 所以我一直在讲, 西方现在对中国我觉得是进行这种摸底, 而中国就是有这么一派人, 就是担心西方的制裁, 让西方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对你惊, 收紧制裁, 一点一点对你进行制裁, 然后让你在台湾问题上还放松警惕, 以为不能打, 结果最后台湾宣布独立, 你说你打不打, 你最后还得打, 被人制裁了那么多年, 然后还得打跳进人家的火坑, 人家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你打呢, 所以我说在台湾问题上现在是越早越好, 为什么? 西方对你的制裁刚开始, 还没有对你进行整体的长时间中消耗, 你还有实力, 你记住啊, 对你的制裁是要消耗你的实力, 你还有实力的时候, 立刻收复台湾, 对方对你的制裁, 即使后面再增加对你的制裁, 对你整体未来收复台湾不会有影响, 第二, 你收复台湾, 对方没有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没有在台湾方向进行更多的部署, 出其不易, 你的损失会最少, 中国总有一帮人幻想着西方会饶了自己, 我给人家跪下, 我跟人家协商, 我跟人家说好话, 我天天舔对方, 人家不会制裁我, 你看, 没制裁吧, 制裁我五个, 原本要制裁我十个, 现在制裁我五个, 觉得很牛逼了, 过两年又把那五个补上, 凑齐十个, 你说你怎么办, 你说你怎么办, 到时候人家说台湾独立, 我们承认, 你说你打不打, 共产党, 你打不打, 还得打, 到时候人家五年了, 人家准备好了, 你打, 等着就是你打, 制裁五年, 慢慢的把你消耗了, 什么事, 我觉得既然要做, 既然要做就是快, 千万别拖泥带水, 那么第二点, 就是还怕在台湾登岛以后, 这个治理问题, 引起内部的矛盾, 治理台湾呢, 我说过, 千万不要以为台湾人会给你死硬, 死硬的, 那些人呢, 实际上在武统的第一刻, 实际上他们已经站出来了, 那么实际上这一批人, 我觉得已经消灭掉了, 那么剩下一旁人呢, 既然不能出现在战场上, 那这些人出现在任何场合, 都不会影响整体大局, 最多打打嘴炮这帮人, 他不会对整体的形势有影响, 那么台独能够用二三十年洗脑台湾人, 让所有台湾人认为自己应该是个独立国家, 你同样武统以后, 中国人也可以用, 像台湾一样的手段, 让台湾人意识到, 他不是一个国家, 意识到两岸的统一, 周好性, 一样, 这种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就是不断的像台独一样给他洗脑, 反方向洗脑也一样, 你看现在台湾人有多么支持台独, 你未来就知道, 有多少人支持同意, 所以在我看来台湾的这些人很容易, 很容易像这么亲近台独分子这种谎言, 他都能相信, 所以我说未来治理台湾并没有什么难处, 最多二三十年, 整个台湾, 我觉得会比任何一个现在的中国人还要爱中国, 我坚信这一点, 就像这帮台湾, 现在这帮台独分子一样, 对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每天痴迷, 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全世界都不会支持的事情, 这帮人干了二三十年, 你还能相信吗, 就是台湾, 他们真的有独立意识吗, 有独立思考能力吗, 没有, 这些人实际上更容易, 我觉得更容易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 所以对治理台湾, 我个人觉得, 只要解放军登岛, 治理台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什么时候他们排的问题, 我之前说的这个观点, 是我个人的观点, 越早越好, 因为你越晚的话, 对中国越不利, 你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以后, 你再对台湾动手, 那很多国家不一定支持你, 因为你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我干嘛还要支持你统一呢, 明白吧, 就是在你不是世界第一的时候, 你要完成统一, 通过你的武统, 来突破美国第一岛链封锁, 向全世界展示你的能力, 以此为契机, 登上世界宝座, 你一定要和美国正面去斗, 正面对抗, 用军事手段, 你想, 很多这个专家说, 咱们能不能不发生军事冲突跟美国, 使用某种计谋, 咱们绕过去, 崛起, 这都是幻想, 历史上没有人能做到, 你想绕过美国, 美国也不允许, 很多人想, 用巧劲, 你看咱们中国聪明, 领土问题没有巧劲, 因为你这个台湾攥的人美国手里边, 我之前说那个逻辑, 人家让台湾独立, 你说你共产党打还是不打, 既然早晚要打,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而且我个人觉得, 就现在啊, 这个美国和俄罗斯这种冲突, 美国和俄罗斯这种冲突, 已经非常明确了, 下一个就是中国了, 你中国这个时候, 你还谦虚什么呢, 还等待什么呢, 你觉得你问题多, 你难道不觉得美国问题更多吗, 武统台湾完成历史统一, 这本身就是中国的内政, 不用考虑美国, 我觉得不用考虑美国, 你考虑再多的美国, 美国的目标都是限制你, 你今天不统一, 他也要限制你, 他也要围堵你, 你为什么不今天就统一呢,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 对待美国, 不用看他怎么想, 按照中国的时间表, 而且一定要越早越好, 我真的希望这次解放军, 2024联合力建必演习, 完成国家统一, 武统台湾, 洿 용联合力建立宗听众塀 Jesús, 我埃敬 tanks为自创者 secrets之守来的,